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期热电联产工程于2011年11月全部建成投产 项目最大供热面积可达1100万平米 全部建成后将成为西北电网750千伏系统的重要电源支撑点 一期工程设计煤圆主要来自新疆地区 公司领导非常重视储媒厂的粉尘污染之力 在储媒厂设有挡风网并设置了喷领枪 严格要求现场作业时控制粉尘污染 但是新疆煤圆粉尘含量高 同时九旋地区风力比较大 因此当储媒厂内的汽车 抖轮机等设备作业时 粉尘污染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对桌边环境和职工健康都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集团公司领导非常重视我公司储媒厂的粉尘污染治理情况 并多次亲临现场视察 就粉尘治理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 因此我公司领导及其组织相关部门 就储媒厂粉尘污染问题进行的专项调研 并邀请国内专业从事粉尘治理的厂家 共同制定粉尘污染的治理方案 储媒厂现有水喷零系统 之所以不能满足降沉的需要 是因为喷射的水滴颗粒较大 较大的水滴因表面张力作用 无法吸附细微的粉尘颗粒 导致粉尘污染严重 如果要对粉尘污染进行有效的治理 就需要选取物化颗粒小 瞬间喷雾量大 喷射距离远 覆盖面积大的专业粉尘治理设备 风华牌风宋式远程喷雾机 研发的一种新型煤厂粉尘治理设备 它耗水量小 覆盖面积大 喷射距离远 喷雾机喷出的水雾颗粒 30至300微米可调 可以有效地吸附150微米以下的阳尘 对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微尘颗粒 也具有良好的吸附作用 经我公司相关部门 与生产厂家研究讨论 考虑储煤厂的现状 决定使用车载式远程喷雾机 对储煤厂的粉尘污染进行有效治理 车载式远程喷雾机 将喷雾机 水箱 发电机 集成到车载平台上 机动性好 操作简便 对粉尘污染随起随致 3W2000至100型喷雾车 无风最大射程100米 遥控控制上下45度 左右180度可摇摆作业 喷雾车还可以选配洒水车底盘 和除尘剂喷洒系统 真正地实现一车多能 满足各种工况下的除尘需要 喷雾车抵达我公司后 经过现场多种工况作业测试 该设备雾化效果好 覆盖面积大 对细微粉尘的吸附效果显著 耗水量 耗电量 易操作等方面 也达到了我公司的技术要求 在国电电力的坚强领导下 九群发电公司干部员工 团结一心 向百万机组进军 以实不我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艰苦创业的破壁 坚韧不拔的意志 务实严谨的作风 为建设须与一流的综合性电力公司 再立新工